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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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圆桌就来讨论一下以太坊的竞争者 或者说他的朋友们是就是在如此内卷的供链生态中是怎么样有一个新的突破或者说创新 好 那在正式圆桌的开始之前 我们也请台上的各位嘉宾可以简单地做一下自我介绍 也介绍一下您的项目 谢谢 尤其是Summer OK 谢谢主持人 然后大家好 我是Algorand基金会亚太社区负责人Summer Algorand这个项目呢是由麻省理工教授图领奖得主 Silvio Mikali在2017年发起的供链项目 然后我们的主网是已经在2019年的6月份正式上线 那么其实我们因为团队具备很大的一个学术的资源 然后我们的技术也非常的强大 所以当时就是一经上线 然后就备受关注 并且就是几乎可以一度成为2019年夏天最火热的项目 那么自我们主网上线以来呢 这两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技术和生态方面持续发力 目前我们链上已经有700多家合作伙伴 用力覆盖了证券发行 国际金融衍生品 然后金融稳定币 房地产 音乐版权 乃至国家级数字货币各个方面 就是如果去过我们那个展台的朋友 应该看到就是金融公链四个大字 我们金融公链的话 其实是Algorand的诞生之初 就一直有的一个定位 那么这里的金融其实还不仅局限于现在大火的DeFi 我们是提出了一个叫Futurify 未来金融的一个理念 那么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链接区块链和传统的世界 然后来推动区块链技术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应用 就是打造最终构建一个能够服务于 就是现实真实世界的一个下一代金融公链 谢谢 谢谢 其实从去年开始整个 就赞密资产在新一轮的周期里面大爆发 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各种DeFi 也是层出不穷 同时也有很多这个除了以太坊之外的一些新兴公链 或者说是竞争性的公链的话 也是趁势崛起 也想请教一下各位 您觉得在去年这个新的公链 不论是BSC 然后包括我们台上在座的各位的这个公链项目 你觉得就是这个崛起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 先Summer 刚刚前面他们都讲得非常的具体 那我就从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来讲上这个问题 我认为不管是DeFi NFT 还是其他的一些爆发的公链 那么其实总结起来大概是有四点原因 就是导致他们的这个爆发 然后其实内部的话 我觉得是这个项目或者这个热点 它具有了一个落地的应用的潜力 然后另外加上的是 它已经有了一段时期的积累跟发展 那么外部原因的话 其实就是它顺应了这个行业发展的趋势 并且碰到了一个好的市场行情和氛围 我本身是公链 那我就不用公链举例 还是以DeFi作为一个例子 那么其实就是DeFi去中心化金融嘛 顾名思义 就是不需要第三方干预 你就能够实现点对点的一个网络 然后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一系列的金融应用生态 那么其实这个的话 对于它是把传统金融当中的一些中介机构 比如银行交易平台剔除 然后取而代之以智能合约 所以就是让更多人能够更加平等地来参与和享受金融服务 那么这个其实不管你是投资人群 或者是全球一些就是现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无银行账户的人群 他们的话都是能够从这里享受到真正的应用价值的 所以DeFi具备了一个去颠覆就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潜力 这是其一 那么其实在就是DeFi爆发之前 这个概念最初被提出是在2018年 那么在前面蛰伏的这几年中 DeFi一直在默默地发展它的技术跟生态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顺应了一个 它其实在爆发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 然后这是其二 再说它外部原因的话 其实我觉得金融其实是区块链技术最容易的一个应用方向 那么其实区块链的一个产生 也对金融服务的一个进步有了很大的影响 而且就是区块链为数字资产的一个爆发 然后就是提供了一个助推力 它上面的这个DeFi呢 也能够极大的赋能这个行业 那么顺应了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 这是其三 那么最后的话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比较了解的 也能感受到就是一个良好的市场氛围 当这个就是 所以就是当那个 因为氛围这个起来了之后 然后大家这个就是 这个资金需要一个突破口 市场也需要一个新的故事 那么风来了 然后折服了这个项目也就起来了 所以就是前几 怎么说呢 就是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四点原因 然后作为它一个爆发的一个 背后的一个因素 那么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项目 当它就是爆发之后 其实它的后劲非常重要 就不能说你爆发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们台上所有的可能都要考虑的 就是一个后期的一个长期的发展 如何长久可持续健康的发展 然后成为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角色 这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对于Algorand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从创立之初 就是其实一直都能看到 我们初心不改 在努力地做技术跟生态 那么其实我们也是 就应了那句话吧 我们可能就是想悄悄努力 然后惊艳所有人 所以我觉得做正确的事情 然后走正确的方向 然后等风来 谢谢 好的 谢谢Summer 从这个内外部原因深入地 分析了这个整个崛起的 看大家都鼓掌了 好 那接下来是Summer 就是前面你也介绍Algorand 其实是在和其他供链不同 它更多的重点是在于链接这个传统的这个金融 所以想请问一下 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遇到过哪些困难 以及就是目前已经达成了怎样的成就 我觉得可以这个言简意概地为大家介绍一下 谢谢 好的 谢谢支持人的问题 我们的话其实我觉得主流 推动期划主流 这个是整个行业在努力的方向 然后其实说相比于问题的话 我觉得更多是挑战吧 然后这个也是 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也是整个行业 所面临的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呢 我们也就取得了很多突破 那我就就是时间关系简单说三点 那么第一的话就是 关于就是传统的一些行业 他们我们是否能够满足 他们对隐私跟合规性方面的一个需求 那么以及就是 区块链平台自身的一个公信力 能否让他们幸福 然后并且使用 那么Algorand的话 其实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团队 就是本身就是创始人 就是土领奖得主 麻省理工教授 然后我们在他的带领下的话 其实我们团队都是有一群 由那个来自知名的 500强以及一些知名学府的 知名人士 然后组成的一个团队 所以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个 硬强大的一个传统行业的资源 那么就是另外我们的就是 顾问他去年 我们顾问之一就是叫Paul Milgram 他是在去年的十月份 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后所以我们团队也是很强大 金融就是行业的话 其实对合规性的要效率比较多 但是我们作为金融工链 其实在创立之初就是 这个合规性是写在我们的 那个血液里面的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我们就是这个 能否满足就是传统行业中 他们大规模应用的一个需求 那么刚刚就是就是徐老师 还有提到说三元悖论 至今还没有工链能够解决 但其实Lgram就是我们创立之初 我们创始人说的就是 Lgram已经成功解决了 区块链的不可能三角 成功实现了就是去中性化 安全性还有可拓展性的一个统一 待会我们可以继续交流一下 那个徐老师可能还没有 把Lgram作为研究目标 然后第三点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区块链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概念其实被大家所广泛的知道 是因为马斯克在推特上面 发布了对比特币的一个评论 说比特币不够环保 那么这个的话 Lgram就有发言权了 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 纯粹的权益知名公式机制 然后也是就是 我们是致力于打造最绿色的 一个富碳区块链 那么对 然后我们也跟很多的合作伙伴 就是climate trade global carbon holding之类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合作 然后来推动 就是区块链的一个可持续发展 对 我就是总结一下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西 就是这个过程中 还有很多的挑战 然后Lgram也会跟我们行业伙伴 一起来推动区块链的 好的 好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这个台上各位的分享 我自己也觉得意犹未尽 但是实在是碍于这个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下午的这个整体议程要提前嘛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分享 可能到这里就先结束了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大家可以在台下再继续的多多交流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这位园州嘉宾的精彩分享 感谢